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一起收看9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23号的下午 特地来到了花莲县农产育销中心 对肉品市场的屠宰设施以及人员设置进行考察 也听取了肉品市场经理 对于未来冷链设备的投入 提升肉品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它的重要性 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成员23号下午 是在总招的带领下来到花莲县农产育销中心 进行业务的考察 五位议员在听取简报之后 也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与农产育销中心进行交流 最主要我们是来关心我们肉品市场 去年我们中央有6000万的预算 改善他们的能量 今年又第二期又5000多万 总共1亿多的这个经费 预注在我们这个产销公司 那我们也会提升我们花莲县 所有的肉品的这个水准 以后都是用冷链的设备 印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市场 不用再经过像目前我们的这个肉品 都是暴露在这个阳光 这个这个底下在印输 把这个新鲜的肉品 用冷链的车子 冷藏车送到我们传统市场 给我们肉商去摆售 而且现在中央也有补助我们肉商的这个冷藏室 的这个庄柜 那目前有40几家已经申请到 所以说我们慢慢的改善 以后我们在传统市场看到的肉品都会非常新鲜 其中财经议员对于109年在厂区内设置的 死废禽处理厂 使用率不如预期 就算要处理电费也相当过高 无法符合预期的效益 因为之前就说就是我们这边 可能有一些猪肢运送进来的时候 过程能够死亡嘛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边肉品这边市场的原因 然后就我们这边要怎么去处理 这些这个动物的尸体啊这一类 所以我已经陷入承诺 不再对外收这个 这个费使用来这边运送 事实上我们农民怎么可能会 比如说会死也不是天天死 是偶偶三个月五个月会死一头猪 他不可能载来这边啊 载那个车还要经过合法的 租资才可以载呢 要经过环保局核准的 这些载运送合法的才可以载吧 一头猪股运送给你 比如说三名 他在管的时候要来多少钱 他来这边 还要缴这个钱给我们 跟我们来操作 我这个是故情啊 农业小组在听取简报之后 也对于农产运销中心 近两年来的转亏为盈 表示肯定 最后农业小组也期许 华莲县农产运销中心 近两年所投入的冷链系统的建制 希望能够对肉品保存 以及运送的过程中 能够对肉品有更好的保存 记者凌杰 凤林郑 采访报道